好那這個我刷了真的是非常久 然後呢這個我覺得這一次有希望開了 我有看到巴哈有人討論說這個刷到要氣坑 我也是這個刷了半天吧 我覺得刷的比奇魯女人還要久 其實不是說抽不到SS 而是說要抽到這個推薦的SS 那當時奇魯女人只有八隻角色 我那個時候剛玩的時候 那所以說呢就是大家比較推薦的就是那個女盜賊 所以說呢基本上刷到女盜賊就可以開局了 那我運氣很好 我是手抽刷到索菲亞 然後呢這個他的那一個那個什麼 進遊戲裡面的那個什麼預約禮啊 然後抽到一個女盜賊 所以我是雙五星開局 那這款遊戲呢其實這個手抽非常佛心 一定會有一隻SS 那後來我就感到說這個手抽啊 先刷出一隻再說然後再進來 那現在呢我已經刷到我們來看一下 我目前有三隻SS 我覺得再一隻SS我就可以開局了 我希望至少有四隻SS 那我現在刷到的這一個戰術形態呢是這個樣子 一個齁這一個 這個是這個占星師嘛對不對 然後另外呢是這一個 這好像叫做國劍玉吧 他會恢復DP喔 所以呢我覺得大家推薦的我至少有兩隻 這樣子就夠了 那不過呢我自己本身還是想要再貪心一點 因為像現在才三隻嘛 我希望能夠再一隻就好齁 四隻一對不知道是四隻還是五隻喔 所以我覺得我覺得三隻SS不大夠齁 我希望是能夠有四隻喔 好那現在呢這個鑽石抽完之後呢 我只剩這個這個免費的這個券齁 叫做尊爵 只要這個二十抽裡面齁 有出一隻SS 然後不要跟我的重複 說不定重複比較好齁 但是沒有沒有關係啊 我希望不要重複喔 讓我有四隻SS 然後有兩隻是推薦的 這樣子我就覺得可以開局囉 好那我們就來抽抽看齁 拜託拜託 拜託拜託 一個我沒有的SS就好 拜託拜託 有沒有 S的 啊沒有 糟糕了沒有了沒有了沒有了 微笑喔 Oi 怕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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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的十抽 又要再重來了嗎 哦 你硬一下好想要喔 這一隻真的好難碰到喔 好 再來喔 最後一次了 拜託 開一個開一個 讓我可以開局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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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沒有了 好 又不能開局了 好 那我又刷了一陣子 但是再刷下去我覺得我都快氣坑了 那所以說我還沒玩這款遊戲 然後還不知道說強角色跟弱角色的差異在哪邊 那就一直在刷手抽 刷著刷著耐心也被磨掉了 那這一次我單刷的話 我是先用這個國劍玉 那其他的部分我覺得運氣還不錯 抽到了四隻 但是這四隻並不是在巴哈推薦的首抽清單裡面 不過我覺得總類的話算是各個方面都有 你看有這個blaster 然後attaker 然後breaker 然後healer 然後buffer 都有一個 只差一個這個debuffer 所以我覺得我這樣子的角色應該是方方面面都可以玩到吧 這個樣子 至少先 我覺得差不多先開局玩一下再說 不然這款遊戲在玩什麼其實我還搞不大清楚 對 然後呢這一次剛剛看到我有五隻SS角色 而且呢來看一下 而且我這邊還有20抽還沒抽喔 所以說 如果說再給我一隻的話呢 我就有六隻SS 六隻SS 開局的話 我覺得就算不在所抽清單的話 應該也 也可以玩一下吧 對不對 那我們就來拼一下 希望這個20連抽 可以來給我一個不一樣的SS 好 那我們就來抽一下囉 拜託 給我一個不一樣的 啊 沒有齁 好 那這個就 我們在期待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十抽喔 好 沒關係啊齁 五隻的話 一對就是五隻吧 我應該差不多可以開局了吧 對不對齁 好 我們就跳過 OK 他這個就是角色是固定的 然後每一個角色都有不一樣的這個戰鬥型態喔 好 來囉 齁 SS 來一個 哎呀 這個沒有了齁 好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喔 那我就不刷了 我就不刷了齁 這樣子 好 這樣子 OK 全部都刷完了齁 看一下齁 免費的 720 齁 這樣子 720 我們也給他用完了 好 這個樣子齁 來 單抽出奇蹟齁 單抽出奇蹟齁 單抽出奇蹟 沒有齁 好 再來一次齁 單抽出奇蹟 白老虎 沒有齁 OK 我們就這樣開局了齁 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齁 好 來 我們這個什麼 新手任務有沒有 如何遊玩飛蘭天空影片齁 這什麼東西 齁 齁 這邊都有齁 這樣子 好我們來看一下影片齁 首先進行主線故事吧 OK RANK上升會解鎖主線故事 喔 他的遊戲就是這樣子 一天一天的進行吧 所以說打輸的話呢就是 唉唷還有競技場喔 省電模式挑戰競技場 為什麼要省電模式 是 是 他必須要手機擺在那個地方嗎 在這個 好 這是要掛機是不是 喔 這是他們的官方頻道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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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齁 然後呢 戰術型態 呃 部隊好了 這樣子齁 我們來一個推薦編主 執行完畢 OK 五個SS的角色 然後他最後一個給我什麼 最後給我這個buffer 我是不是要 是不是要換一下 換一個debuffer 這樣子我就什麼都有了 欸 A的 喔 戰鬥力下降了 debuffer 好多喔 這個 欸 戰鬥力下降2 這一個 這樣子 好隨便 欸 這樣子蠻完整的嘛 喔 他有六種型態 你看我這一對齁 這個每一個型態的角色都有一個 這樣子我就可以至少我可以知道說 到底 各種型態他是什麼樣的這個特性喔 好啦 先這樣開局啦 反正反正這個再不開局的話 我覺得 我其他遊戲都都不用玩了 我就是拼命就這個刷 刷那個手抽就好了 好 那這一個齁 就是現在刷的方式呢 又有點不同了齁 原本是進遊戲之後呢 然後去刷這些十連抽 但是呢 因為他一開始就會有一個必出SS的這個角色 所以呢 在這個16隻角色呢 比較推薦的話齁 一般人推薦的是這個國劍玉齁 還有這個星羅 那我自己的話呢 是這個玉 還有這個通口聖華 還有星羅 這三隻我就開局了 也不是開局啦 再繼續往下刷 那如果說沒有這三隻呢 我就會直接跳掉喔 那可是呢 我剛剛刷了一個5SS 怎麼講呢 就是本來已經要開局了 可是我又看到 這種就是齁 其實真的是玩開心就好 可是就是看到人家攻略是說 沒有這一個 這個誰 星羅的話齁 差很多齁 所以我才想說 好啦 那我們再繼續刷好了齁 刷到一個星羅 然後再加上一些 其他履歷扣扣的開局好了 所以我現在的這個 目標是放在星羅 而不是什麼這個什麼聖華 還有這個國劍玉齁齁 因為那個 我看很多人的那個文章都寫說 星羅是一隻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然後YT的留言也是這樣跟我講齁 好那我們就來刷一下齁 哇糟糕了 這個是通口 這個的話我也會開局看一下齁 通口聖華 那如果說這個手抽你不喜歡的話 你就直接在這個地方 點擊切換然後遊戲設定 然後呢 返回標題畫面齁這樣子 好 那怎麼講呢 本來說要開局了齁 那我們再繼續刷吧 好這樣子跳過去齁 好那我再繼續刷看齁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說剛剛沒有出現就是 這個什麼聖華 然後那個 國劍玉齁 又或者是星羅的話呢 其實我剛剛就會返回標題 然後去把這個賬號給刷除齁 但是呢 現在是聖華的話 欸我覺得再看一下齁 也許會抽到星羅 如果抽到星羅的話 或許我考慮有個三隻SS 我就開局了齁 本來我是想說 至少要四隻了 但是我現在已經不強求了齁 我看 我看有三隻我就開了齁 是因為我之前我真的有抽到一個賬號 有三隻 然後有國劍玉 然後有那個星羅 但是呢 那時候我就想說 嘖 再來一個SS 那結果就沒有中 所以又又重來了 就刷著刷著呢 又刷了一個小時齁 所以呢 現在我把條件放低 只要有齁 這個星羅 然後再配上 嗯 兩隻 兩隻還OK的SS齁 那我就開局了齁 好 那我們就 這一次 欸這一次我們就直接錄完齁 然後呢 如果說沒有的話呢 下一次我就會繼續刷 刷到我把這個影片給集合起來齁 好 這樣子 這畫面已經看到爛掉了 天啊 好 我們先領個獎 這個樣子 要課金 我真的覺得齁 如果說真的有心要玩的話 刷首抽我覺得還是必要的 這個樣子 像我在玩奇路旅人 我一開始雙SS開局 然後我就覺得超方便 像一開始我有維歐拉 那個到誰 然後我有索菲啊 索菲啊 真的是陪我陪超久的 他那個冰的那個傷害 打那個那個主線啊 真的是超級好用的齁 所以我覺得刷首抽 因為有奇路旅人的經驗 我覺得他應該還是需要的啦齁 好我們再來看看齁 這一局刷的如何呢 只要給我一個 一個星羅齁 然後配上一個 配上一個什麼 琳琳可可的齁 我就開了齁 我就開了齁 但是很難啦 好我們就試試看吧 好就給他抽一下 開下去 哎呦喂呀 天啊 連SS都有一個 我覺得比較花時間的是這個齁 因為那個畢竟齁 你抽到一隻新角色的時候 他有一段對話 我覺得跳過這個是最花時間的 你要點完這些齁 我有查過好像 好像這個地方是不能夠跳過 但是呢這些角色呢 每一隻角色他都有 不同的這個戰術齁 所以說這個只會看一次而已 他的那個角色是用班級去分的齁 什麼A班B班C班這個樣子也是蠻有趣的 好我們再抽 欸欸 好像沒有 那個好像不是 那是S的 這樣子 可惜齁 好 這樣子的話我覺得 我覺得運氣不是很好 因為 如果是運氣好的話 這個 這個怎麼講 就是鑽石20連抽的話 通常會出一隻SS角色 但是現在的話 連一隻都沒有 再來只能寄望後面這30抽了齁 不過10抽出現2SS角色我是有碰過 3SS好像沒碰過 好這樣子 欸欸我不是 欸我剛點錯了是不是 啊什麼都沒有齁 天啊連S都只有一個 看來這一場還是要刷掉了 再來剩下20抽了齁20抽了 接下來每一個10抽都是出兩個SS 有沒有機會呢齁 然後其中一個還是鑫螺 啊 好像沒有了齁 剩下來呢出 一次出三隻 喔 鑫螺齁 然後呢 國劍玉 然後再來一個什麼 鯉 鯉什麼的 做一個夢喔 再刷 現在機會越來越渺老了 一個SS都沒有 好再一次 難道一個都沒有嗎 欸真的都沒有耶天哪齁 欸有喔 欸我剛剛好像沒看到啊 欸竟然有福士里莎 誰啊 喔OK 喔不錯喔至少還有一個SS角色 但是呢沒有用啊 果斷重來喔 好那我再 我再繼續刷 我再繼續刷喔 OK 好加油齁 反正大家看到影片的時候 就應該是我刷完了 好目標 一個鑫螺齁 然後再加上 兩隻齁 還OK的齁 我自己覺得 看起來還OK的SS 這樣就開局了 好不抽了齁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就真的只有一個鑫螺而已齁 然後還有這個是誰啊 這個是 呃 這個是我看一下齁 其實我是希望說這個地方有一個 有一個這個角色的名字齁 這個Rain Fire 這應該是那個什麼 什麼BA的那一個合作的吧 什麼Earth Angel 然後這邊有一個齁 欸欣喜若狂 最入愛合 好啦 最重要的是這隻角色 這隻角色的話呢 我這一次我還抽到兩隻齁 所以我們可以升一下齁 強化碎片齁 欸這個強化好像也是很重要 全能力加10%齁 突破極限 1234 如果回合開始時 位於前衛自己的SP加1齁 好 那我們就這個合一下齁 這個樣子 好 突破極限成功齁 那如果要再突破呢 就是10個齁 10個自己 再加上10個萬人碎片嗎 是這個樣子嗎 好啦 隨便啦齁 那這個樣子的話呢 反正有人說齁 只要有新羅就可以開了齁 那我這一次的話呢 有4個SS的角色 所以我覺得 好啦 就不抽了齁 那我們就這樣子開局齁 不然的話呢 遊戲還沒玩到 我真的不知道要刷到什麼時候 我現在已經是凌晨1點半了 那還有一些其他遊戲 還沒有玩齁 就一直在玩這一個手抽 所以我覺得差不多了齁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然後呢 我們就開局齁 另外呢 來看一下齁 新手齁 這個月卡好像是比較推薦的 然後另外說這個月卡的話 好像跟Steam的話是 不能夠 不能夠這個相符合的 所以這個要注意一下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影片齁 這影片的話應該是有點就可以了吧 齁 這邊應該是可以刷掉 這樣就好了吧 好 好 那這個刷手抽的這影片的話 然後就到這個地方 然後接下來的話就是慢慢玩 那這一款的話 我看起來應該是屬於這個 比較像應該是單機的遊戲 像那個什麼奇路旅人這個樣子 所以呢就是 這個先開局 然後呢 每天領領這個基本的獎勵 然後看看喜不喜歡 那另外有人說這個像是一個小說齁 把它當作是小說來看 那我也是比較想要看一下它的這個劇情齁 好啦那影片就到這個地方啦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見掰掰 唉唷 都忘記了齁 有一個這個朋友的邀請齁 那這個朋友的邀請的話呢 就是 這個我也還沒有輸入朋友的邀請碼 輸入的話呢 我可以獲得1000個石英齁齁 那如果說呢 這個大家用我的這個邀請碼 我的邀請碼會寫在這個影片的下面 那你如果輸入我的邀請碼的話呢 我就可以獲得多少啊 看一下齁 我可以獲得多少啊 好像是看進度吧對不對 看我的看這個朋友 他有沒有過這個這個主線進度啦 所以最多是可以獲得7500 好啦那如果說這個有玩的話呢 請輸入我的邀請碼 然後呢 因為我也還沒輸入邀請碼 那如果是這個第一個留言 第一個留言 然後呢 然後有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還是 還是要跟大家這個拜託一下 這是第一個留言 然後有訂閱我的頻道呢 請把邀請碼這個貼上來 那我會梳令你的邀請碼 好那謝謝大家觀看喔 掰掰